有一些媒體報導是說 跟3月的武漢包機比較起來 所以那個時候大陣仗 比武漢包機要嚴格 更嚴格嗎 但武漢包機那個時候是還有獨立的 不管是整個消毒啦 或者是說救護車等等這部分 這一次有這樣子做嗎 第一個武漢包機的時候沒有先有PCR 就是上機前沒有PCR 沒有陰性的檢驗報告 第二個他檢疫期滿 也沒有再做第二次採檢 好那智長我只是想要確認一下 那這樣子是不是我們可以講說 這就是一個SOP 未來英國搬機回來 都會比照這SOP辦理嗎 目前的英國是這樣 未來會看國際疫情的變動 也許會再多增加也不一定 所以說其他的國家 包括說中國大陸地區回來之後 嚴格的標準也是比照 這一次這樣子的做法來辦理嗎 你說目前嗎 目前來講其他的地區 就是沒有英國旅遊史 14天天沒有英國旅遊史 不是英國回來的話 就按照我們秋冬的防疫專案 那如果說疫情更加變化的話 有沒有考慮要包機 或者是用專機來撤僑 交通部這邊可以回答嗎 還是衛福部 其實我們現在處理的 並不是撤僑 而是針對在英國 有需要回來的國人做處理 但因為這一次的時候就沒有 不是包機嘛 那對於台灣的民眾 當然我們不知道說 之前在英國的這些民眾 都我們的國人嘛 我們不知道是怎麼樣宣傳 可是突然間 好像看到就是這個 班機就這樣回來了 那所以說我想確認的是說 那如果剛剛有提到嘛 如果說越來越加嚴峻的話 那我們有沒有考慮在英國這邊 做包機 那甚至就是我們 怎麼樣動用我們國家的 這個航空的一個能量 那直接把我們英國 還有4000多名的 這些留學生 或者是說英國的國人 把他給帶回來 跟委員說明 因為當時候武漢會用包機 是因為當時候的航班都停止了 所以武漢並沒有飛機到台灣嘛 所以才會用包機的方式 那目前呢 倫敦都還有班機 所以應該短時間不會 馬上就採取用包機的方式 沒錯嘛 好